如果历史是一只棚 大家好,我是陈起棚 很高兴来到《好好听》一本 跟各位聊聊历史的耐人寻味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 大家最怕听到的就是群聚感染咯 因为这不仅代表确诊者多 而且还有可能成为防疫破口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感染链 一旦有漏网之鱼 那就有可能扩大感染 没完没了了 而且如果只是有漏网之鱼 也就罢了 万一遇到超级传播者 那就更不得了了 那说起这个超级传播者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新闻提过 但什么叫做超级传播者啊 一般说来 如果一个病人传给其他人的病例数 比一般情形高上许多 那这个人就有可能被称为超级传播者 像是先前意大利跟韩国出现疫情 就有这种超级传播者 在短短几天之内感染了数百人之多 你说他们有错吗 其实他们也很无辜 因为在症状爆发之前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染疫啊 等到症状发作要隔离时 已经来不及了 也因为这种超级传播者的危害 高于一般人 所以无论哪个国家 都很注意这种单一感染个数 就是唯恐这种超级传播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散播疫情造成危害 不过不说你们不晓得 这种超级传播者也是有始祖的哦 历史上最早最有名被发现的超级传播者 是一个叫做玛丽的爱尔兰厨师 他是伤寒的超级传播者 那之所以会被称为伤寒玛丽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终身没有症状 但却会散播伤寒 但既然没有症状 为什么会被人发现 他是伤寒的超级传播者呢 说来还真的是无巧不成书 那这一个伤寒玛丽 原名叫做玛丽玛丽 出生于爱尔兰 15岁时移民到美国 一开始他是当女佣 后来他发现自己很有烹调天分 所以转行当了厨师 因为当厨师比当女佣薪水要高嘛 想想虽然是说职业无贵贱 但当厨师的门槛是不是比女佣高呢 而且当时的玛丽还有一个独门绝技哦 那就是水蜜桃冰淇淋 据说他做出来的水蜜桃冰淇淋 吃过的人无不同声赞赏啊 而玛丽也因为这个绝技 在各大有钱家庭来当厨师 其实玛丽并没有避走自争不外传 不过这道甜点的做工实在是耗时费力 所以这些有钱家庭才会来请玛丽来当厨师 这样子就能够品尝这道甜点了哦 那西元1900年时 他到纽约州的一个小镇当厨师 这个小镇叫做马马罗内克 结果没多久就传出有伤寒疫情 那有22人感染了伤寒 其中一人不治身亡 玛丽是没事 所以隔年他到曼哈顿区去当厨师 结果他所在的家庭又传出了疫情 大家可能对伤寒不熟 所以我在这边先介绍一下 伤寒的传染途径主要是受污染的食材跟饮水 被感染者体内会散播病菌 所以这些感染者如果上了厕所 又没洗手去处理食材跟饮水的话 那就会造成伤寒的传播 另外苍蝇也会造成病菌扩散 因为苍蝇会跟着大便走 所以越是环境恶劣的地方 越容易传播伤寒 而曼哈顿区是一个龙蛇杂蜀的地方 所以传出疫情并不奇怪 大家也没想到是跟环丽有关 而环丽的伤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推估应该是当厨师时不小心感染的 不过他感染伤寒之后没有症状 而且他总是在传出疫情之后第一时间换别的雇主 所以也都一直没有人怀疑说伤寒跟他有关 那后来为什么会被发现呢? 这就要讲到1906年时 当时在仲介的推荐之下 他到长岛牡丽湾的华伦家别墅去当厨师 这个华伦家是当时的上流贵族家庭 而华伦先生呢 亲自面试玛丽 她对玛丽勤快虔诚的性格非常满意 所以就把厨师的工作交给她 而玛丽也尽心尽力 料理出令他们家战不绝口的佳肴 故事说到这里都还算平顺 但接下来就峰回路转了 8月的某一天 华伦先生的小女儿玛格丽特突然出现症状 包括全身无力头痛发烧等 华伦太太不以为意 只是叫人替她买感冒药 而玛丽特吃了感冒药之后 并没有痊愈 症状反而越来越严重 不仅发高烧到摄氏40度半 而且还出现意识混乱幻觉等 等到后来全身起疹着 华伦一家发现不对劲 这有可能是伤寒 赶紧请医生来诊断 结果医生诊断出 玛格丽特确实是得到伤寒没有错 不过当时没有预防伤寒的疫苗 也没有治疗伤寒的药物 那于是华伦家只能等待还有祈祷 而在那一周之中 又有其他家人跟着病倒 那华伦家在讨论之后认为得到伤寒的原因应该是饮用水 受污染 所以他们匆匆打包行李搬离这边的别墅 而玛丽并没有跟着待在华伦家 或许就跟之前一样 他认为第一时间离开就能够全身而退吧 那这个华伦先生的别墅是用租的 当他退租之后 原屋主汤普森先生 为了避免房价跌落及不能出租 所以主动联络卫生单位来调查 而卫生局人员在追溯病原时发现 华伦家的供水系统跟食物都没有问题啊 那病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于是他们把矛头指向伤寒爆发之前 三周才到华伦家煮饭的玛丽 认为玛丽很有可能就是代言者 而卫生局随即约谈玛丽 但玛丽非常的愤怒 拒绝配合检验 还拿出不知名化学家的检验报告 说自己不是代言者 各位如果你是玛丽 你听到你是伤寒代言者的指控 你会是什么反应 自己明明很健康哦 却说是代言者 而当时根本没有这种 无症状感染者的概念 你要玛丽怎么相信自己是超级传播者 所以站在玛丽的立场 是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是被猎污来着 但站在大众的立场 却只是为了性命安全而已 这当然是一种两难 现在或许有办法谅解并应对 但当时却没有 所以卫生局一再要求玛丽协助调查 但玛丽却反过来指控他们是毫无理由的骚扰 最后卫生局不得已强意的出动远警 将玛丽抓起来暂时隔离 经过检测之后确定他就是伤寒代言者 没错 而且为了避免这个超级传播者 再度造成疫情扩散 卫生局将他安置在医院里 隔离三年 各位 我们被隔离一个月都快受不了了 更何况玛丽被隔离三年 而且三年之后 卫生局好不容易让玛丽出院 但禁止他在出院后 从事食品相关工作 你说玛丽会听吗 我的专长就是当厨师 现在反而要我不当厨师 那我做什么 所以玛丽并没有听从这个命令 出院之后 立刻改名 称之为玛丽布朗 继续到纽约去担任厨师 结果你知道吗 五年之内待过的地方 通通都爆发零星伤寒个案 但也因为零星 所以侥幸没有被发现 是直到他到一家医院长厨 爆发大规模伤寒疫情 这回卫生局详家调查 发现又是玛丽这个超级传播者 所以这回就不再客气 判处他必须终身隔离 而此时媒体也注意到玛丽的存在 争相报导 甚至想亲自采访他 而原本对媒体采取抗拒态度的玛丽 这个时候居然愿意接受采访 这或许是想要抗议他 无缘无故被关押的不公平吧 不过政府虽然有同意媒体采访 但是有下达一个访问禁令 什么禁令呢 那就是禁止这些媒体吃喝玛丽 所提供的任何饮食 原因当然是怕又再度爆发 伤寒感染的疫情嘛 对不对 所以后来玛丽就在隔离病房中度过 你知道这一度过是几年吗 不是三年 不是五年 不是十年 是长达二十六年 不过在他病逝之后 验尸官相验他的遗体 发现他的胆囊中 确实有许多活体伤寒感菌 这就代表着说 玛丽确实是超级代言者 没有错 而这项调查报告出炉之后 媒体也以他的名字 作为无症状代言者的代称 这也就是玛丽会得到一个外号 叫做伤寒玛丽的原因 那尽管玛丽因此受到 不公平的对待 死后又背负伤寒玛丽这个罪名 但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罪该万事 不过我们平心而论 这是他的错吗 如果我们以现代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待 似乎并不是他的错 对不对 所以在面对这种超级传播者的时候 我想各位应该要比较有冷静客观的态度 不要有猎物心态 而是好好的去控制疫情 这样子或许能够对病患不造成过大伤害的情况下 将疫情的伤害减到最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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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